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北戴河會議就快召開了 甚至乎可能已經有些元老去了那裏 針對國會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訪台行動 中共 就出現演習 不過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近他們的字眼不用演習 叫演份 為甚麼 避諱 特意避開習近平 因為 習近平的大內總管 現在要當他皇帝 所以現在就叫演份演練 不叫演習 最初就說要宣稱 要埋葬一切來犯之敵 那些小粉紅當於叫囂了 民族主義至上 我們要擊落佩洛西 結果 佩洛西到了台灣之後 全部都剩下了 所有小粉紅 除足遁空 如喪巧匹 好像死老母 死老爸 結果中共 不敢下命 因為 當時的習近平 不敢叫解放軍做任何動作 不要核導彈擊落 又或者 要射 半飛 因為當時美軍已經放了狠話 任何戰機 距離 佩洛西的專機 185公里 就會被擊落 其實台海中間 也沒有185公里 即是佩洛西的飛機到台灣 你連飛機在福建起飛也不敢 中共就是這麼聽話 為甚麼 因為 警告他那個是真老虎 不過 真老虎 面對子老虎 子老虎都有事 都是聲彈禁惡 好了 當時的習近平 一副軟弱的姿態 不敢在佩洛西台灣的任務的時候 作出任何行動 沒有射飛彈 沒有做任何的演練 沒有民工武嚇 全部都閉嘴 是不是 直至佩洛西 要走了 他們的孫子才宣佈 在佩洛西離開了台灣之後的第二天的中午 才順不進行實彈射擊 而實彈射擊 也是很搞笑 怎麼搞笑呢 就是 在這個人群之中沒有疏散 就這樣 在那裏射彈 大家好像看表演那樣 可相而知那些是空彈來的 如果有實彈 所有人 在演習之中就不可能可以圍觀 沙灘 海邊 全部沒有疏散群眾 意味著甚麼 意味著中共開樓灘 純粹打空炮 有 導彈射了11顆出去 其實只有9顆 有2顆失敗了 試射失敗了 有5顆 落入了日本的專屬經濟海 專屬經濟海域裏面 在這個波照間島附近 你打台灣 誰知道去了日本 當然距離很近 但是 你有看地圖 你們的東西是不准的 是不是 這次 習近平 也都在新一輪的民工武嚇之中 7個常委 都躲藏了幾天 他們應該 趕著去北大河 我們看到 這次 北大河會議應該是 開始 或是接近準備開始 我們大家會看到 中共七常委 基本上現在也沒有什麼做事 他們的新聞 全部都是7月31日國防部8.1記者招待會 之後就沒有公開露面的新聞出現過 即是說 他們應該集體 去了北大河 這次北大河會議 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習近平 要爭取連任 而連任 觸犯了黨裏面 這個規矩 第一 違反了七上八下 他今年69歲了 是要下的 第二 他是總書記 只能夠做兩屆 不可以做三屆 當年的江澤民也是做兩屆 跟著交班給胡錦濤 胡錦濤也是做兩屆 交班下來給他 所以 他可不可以有當年江澤民的氣勢呢 你說他超越了江澤民 那麼你 要給出 跟江澤民 做一個比較 所以今年 他就要對台灣強硬 因為當年的江澤民 是面對 當年也是眾議院議長金李奇訪問台灣 江澤民當時沒有出聲 因為他知道不能出聲 現在你覺得自己有了道 想動手了 但是 結果佩洛西 降落到台灣 你又不敢動手 又不敢做任何動作 我們昨天已經說了一節 軍方已經很不滿了 有很多鷹派的 有很多被他鼓動了 覺得要強硬的 對台灣要動武的 武統派 所有的鷹派將領 突然覺得 原來是你耍我 原來是你漏的 所有東西都部署好了 結果 人家去到台灣 你不動手 你還要等人家走了 你才敢演習 才敢出來 威嚇 做軍演 那麼究竟是怎樣 這個可以說是習近平 一個 進退失據的表現 好了 被人罵得多 罵到瘋了 現在 就出來 制裁佩洛西 我覺得 是一種條件反射 因為習近平在黨裏面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力 這次面對壓力 其實不單止面對美國壓力 而是面對黨裏面 我們可以說是中國的深層政府 當然 深層政府包括 這個 胡錦濤系列的共青團 還有江澤民的江派 曾慶紅的太子黨 這三個力量 基本上現在都有一致出來反對習近平 曾慶紅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 這個90年代 當時 他剛剛要上位的時候 周圍去照顧那些幹部 周圍去找那些子女 那些幹部子女 長征二代 紅二代 那些 出來照顧 當時 他是組織部長 然後 也是 當了黨校校長 做很多事情 去照顧這些人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連林豆豆那些永世不得翻身的紅二代也照顧了 林豆豆就是林彪的女兒 林立行 叫豆豆 林立果就是老虎 林豆豆也照顧了 你想想有沒有照顧漏 整個太子黨 個個都認了阿哥 曾慶紅就是我們大哥 所以 即使是任何人 包括薄熙來 習近平 看到曾慶紅也要叫他做一聲阿哥 這個才是他的政治本詞 就是太子黨黨魁 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深層政府 以佩洛西 這次的代表 到了 台灣 就是要 讓習近平難看的 結果習近平 果然表現很差很差 習近平的表現可以告訴大家 基本上是完全 不合格的 你作為一個獨裁者 有獨裁者的 想法 但是沒有獨裁者的膽量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美國深層政府 我懷疑 這是我的個人判斷 他們應該就是 跟中國的深層政府 已經有一次聯合行動 就是透過佩洛西 這個我認為 透過佩洛西 是去夾回拜登的 因為拜登 似乎想向中共示好 想放寬一些關稅 令到他自己的民望舒緩一點 因為 放寬中共 減免中共關稅就可以使得 通脹降低一點點 令到每個美國家庭 一年可以省下700多美金 當然佩洛西當然是反對 佩洛西一直打開人權牌 一直打開中共牌 佩洛西後面 有沒有其他的力量呢 我認為這次 有一部分華爾街的力量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另一個身份叫做華爾街股神 眾議院股神 他的股神就是因為他老公經常利用他的 議長身份拿了很多內幕交易 在討論這個 晶片的問題 之前 買了200萬英偉達 300萬英偉達 300萬英偉達 2千多萬港幣 買了大量的股份也賺了錢 所以 就會被人覺得你跟華爾街當然有勾結 這次是不是代表華爾街 跟中國 跟中國的深層政府有交往呢 甚至乎大家 已經是互相猜拳 目的 就是要猜死習近平 我 過來訪問英國台灣 你看看習近平有甚麼要做 然後 習近平 當有犯重大錯身 北戴河會議就會成為黨內批鬥的對象 現在肯定是好像當年對付華國鋒那樣 每個人都指責你元老 為你這樣做不行 有肉國體 不敢打 要不就不要 出聲 你為甚麼要出聲 為甚麼要這麼高調 為甚麼要 說一套做一套 還有說完之後不做 這件事才會令到中共 沒有面 這次我覺得 元老的反彈 是很大 也會趁著這件事大做文章 所以 是有機會在北戴河 搞定習近平的 當然這個是 從兩個國家的深層政府 有佩洛西為首的這班美國深層政府 也有江澤民 胡錦濤 曾慶紅為首的這班中國深層政府 大家互相勾搭 然後 透過佩洛西 向中共逼供 即是說 現在有機會 這次如果能做習近平 我覺得 連軍委主席 習近平也不能做 為什麼 因為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這兩個位置 是沒有任期限制的 可以做一輩子 當然 現在 軍方我們收到的消息 就是連軍方裡面的鷹派 一直插開習近平 都覺得你沒有資格領導我們 軍委主席你沒有資格做 交給別人做 他最多留給國家主席 即是虛閒 就像當年的楊尚昆 李先念 楊尚昆李先念 都做國家主席 虛位元首 總書記換人做 軍委主席換人做 你 做國家主席 做什麼 就像新加坡總統 德國總統 以色列總統 做虛位元首 我覺得 有機會 現在的元老是想架空他 習近平會反撲呢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反撲的 我們也要 詳細地跟大家分析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今年的8月31日 會有831集會 831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也是我們 徹底跟中共政權反面 當然721、831也是那麼重要的日子 我們也收到這次 他們在倫敦 Parliament Square有個集會 8月31日星期三來的 傍晚6點至9點 9點的天氣更好光的 所以大家不怕 而且天氣也好 到時 主辦單位邀請我們出席 我們也會請完爸爸來 講香港議會的問題 所以到時 我們 希望 我們的義工會出來幫忙 因為可能會幫忙做其他事 派傳單 宣傳 我們這次希望 盡量 所以在倫敦的網友 附近的網友 8月31日可以出席 Parlament Square 即是西敏寺對面的公園 612那天 也在那裏有個集會 當時我想也有3000人的集會 這次大會請了一些 英國的國會議員 一些重磅的政治人物來參與 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次宣傳一下香港議會 我們也會贊助這次大會的費用 希望所有的網友 在英國的網友都可以出席 如果你太遠的話 不方便的話就沒得說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